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一年一度的兰花展要开始 那我是第二天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展区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接驳车 因为我们车会有个停车场 会坐一个接驳车到会场 那会场长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今年的国际兰展的会场 2023年台湾国际兰展 在台南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晃晃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 那这个是他的票 他的票长成这样子 还有一个QR Code 你进去的时候扫一下QR Code 我们来看一下 他那个走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在展区的外面 会有一些小小的布景 那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呢 你只要拿那个QR Code 当然这有分成一般票跟优惠票 那如果你的年纪比较长一些些 你可以买优惠票 超过65以上好像有优惠票的购买资格 那假设你又是台南人的话 是免费入场 如果是65岁以上 加上年纪比较长一些些的话 它是可以免费入场 那这边有一个QR Code 它少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去 那其实呢 国际兰展呢 每年都有 每年的前面的展区 其实会有很大的变化性 那每年就是会来看一下 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里 这个是刚进来会看到的地方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还不错 你仔细看它前面这个地方 是一个盆栽的展览 我建议你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远方的看 远方的看非常的壮观 那为什么是远方的看呢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 像近看的时候 就是让它一个一个小小的盆栽 我们从这个地方 看远方的地方 你会发现 它非常像画座一样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人的地方 感觉像画座一样 就是一个一个的展区 那你可以看 感觉有没有像一个画 非常的漂亮 那走近 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盆栽 这种盆栽最厉害的地方 是它把大型的植物 感觉缩小到盆栽里头去 这要花很多时间 做雕塑 做处理 把它处理成一个小小的盆栽 感觉非常有质感 好我们走进展区 那展区我会建议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平日来 因为假日非常非常多人 那非常非常多人 有一个缺点就是 那个观赏品质会不会这么好 你可以看它进来之前 有一个展 算展示品 上面就有很多的万代蓝 蝴蝶蓝 雕塑在上面 那比较有趣的是 我看到它的左边的 这个墙木的兰花是反过来的 好进来展区以后 你会发现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人非常多 那蓝花也是非常多 那这一次的主题 其实是猪肉祭公园 那为什么是猪肉祭公园呢 主要主题是说 蓝花的最原始的时代 从猪肉祭就存活着 所以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一个很知名 很知名的东西 你看这个松螺很漂亮 那松螺就是掉在上面的那种 那种像丝一样 那个都是松螺 你看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恐龙 恐龙 那这恐龙呢 其实就是资国祭的代表 所以这一次来 其实我觉得恐龙还蛮吸睛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恐龙的话 你可以来看看这里 恐龙很大一只 相对而言 你在这里看起来恐龙 就是很大一只的感觉 好 那除了这个应该是雷龙吧 还是那一系列的 吃草的恐龙 还有肉食性的恐龙 那就是暴龙啦 所以这边会有一只肉食性的 跟一只草食性的恐龙 那猪肉祭时代呢 其实兰花就有了 兰花是一个非常非常早就存在的一个品种 那从猪肉祭时代一直以来 经过了多年的演化下来 有非常非常多种品种 所以这次所打的主题 主要还是以猪肉祭为主题 那我会建议你 如果有机会要来的话呢 选择瓶子会比较好一些些 因为价值真的是太多人 你想要拍照也不是非常好拍照 那每年呢 其实造景都不太一样 不过今年主题就是围绕在恐龙上面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只恐龙很可爱 就是它会动 所以我比较觉得它蛮有趣的 那当然这里还会除了兰花之外 还有一些些的 这个是你可以看 蛮大颗的一些绝类 绝类就是像一些鹿角绝之类 今年鹿角绝非常的红 前几天出现了一颗600万的鹿角绝 所以都有上新闻 所以现在做绝类又红起来的一些些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造景用的兰花 所以它把很多兰花放在这里 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可能要早一点来看 为什么要早一点来看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兰花它撑不了这么久 这一次的展期非常的长 从3月1号2号开始 开展一直到3月19号 整整接近三个礼拜的时间 有些兰花可以撑这么久 有些兰花撑不了这么久 所以如果你要来的话 我还是建议早一点来 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不然有些兰花可能到两三个礼拜后 会做凋谢的状况 特别是在室内 这个其实在展去里头 室内的环境里头光照是比较没有那么够的 当光照不够的时候 兰花的时间其实会减短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列的 这个是纹形兰 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黄色的纹形兰 树大就是美 所以这个兰展大部分就是用很多的量 去让你感觉兰花很漂亮 所以呢 有机会的话 要来的话早一点来 但选择品质比较好的 价值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那个展场全部都是人 那有不同的造型 有不同的感觉啦 不过总规矩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早一点来 好那左边这个呢 是以前 这个是恐龙对不对 这个恐龙很可惜 是不会动的 那这一次的造型是没有 我觉得没有去年那么丰富 去年就是还有一支火山造型 对不对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那今年其实都是猪肉祭系列 但是猪肉祭只有三支 一支不会动 所以呢 看人 我觉得 来 看看 走走 还不错 因为蓝展总是会有一个前面的这种 前岛区 那让你看看 不同的花艺 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悦的 比较偏花艺 就是把许多的花摆在一起 然后做造型 比较偏花艺系列啦 它比较不像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贩售区啦 或者是生活区那种感觉 好 这个是最有名的一个画作 达尔文所发现的蓝花 左边这一颗是一颗蜂蓝 那这颗蜂蓝很有名 我们称为马达加斯加蜂蓝 那在达尔文当时发现它的时候 它觉得说一定有一种物种 它跟它产生共生的现象 因为它有个很长的会 对不对 所以呢 后来就发现了右边这一支 我们这次称为常会天鹅 这个如果你有高中的时候 读过生物学课本的话 你一定会看过这一幅画 或者这一个 那因为这个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理论 所以就是达尔文的一个理论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边的展区 后面这展区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偏科技型的展区 就是也是利用花 也是利用花 大量的花 跟它的那个灯光所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比较特别是这一个 这个我发现一个兰花 这个是台湾的原生种的兰花 台湾西埔拖鞋兰 西埔兰 有人叫西埔兰 有人叫西埔兰 应该它也是鞋子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在台湾的平地 种不太活 因为它很可惜 它在高山上 基本上台湾有几种的拖鞋兰 这一类型的拖鞋兰都在两三千公尺高山上 所以平地种不活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大部分台湾我记得在河湾山上 有人专门在种植 所以有一些些运到山下来 但是山下活不了 所以这个是展示用的 右边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台湾的宜叶兰 宜叶兰的状况也是一样 活不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宜叶兰的话 大概也只有山区看得到 那原始的环境在山区中 像阿里山 在中部的山 中高海拔的山区 那平地呢 大概就是开完花就可以 就可以丢掉了 因为它不会活 所以有很多人工做种植 好 接下来的展区是比较偏科技型的展区 你可以看一下 这比较偏花艺型的 它利用一个灯光效果跟花 然后去产生一个花艺的状况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边的状况呢 在右边 左边这个状况呢 它是利用灯光跟许多的蝴蝶兰 跟许多的万代兰 你有看到万代兰 然后去产生一个 类似花牆的感觉 那这些都是要在 花新鲜的时候会最漂亮 等到过两三个礼拜 花就不新鲜 就看起来可能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所以还是早一点来老话一句 那左边这个展区 跟右边这个展区 左边这个展区呢 其实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利用大量的花 然后去做一个很多的颜色的配置 好 那当然了 看见仁见智 像我就觉得 就是花 做一个摆设区 那利用灯光 它这一次有大概利用很多的灯光 去做不同的灯光效果 所以有一种不同的氛围 那来就是看看 走走 我觉得还不错 那你看右边这个 这个就是黄色系列的 黄橘色系列 这个色系比较像一些些 黄橘色系列 那一样利用 利用不同的灯光去做一个展区 主要的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其实我比较期待是后面卖东西的地方 这几年因为疫情过后有开放 所以既有外国厂商有来 那会外国的兰花有进来贩售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那当然这一次会不会买呢 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等一下看一下外面 外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灯景区 我觉得还不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外面的灯景区 这外面灯景区呢 它用了一些万代兰 用了一些春时湖 做一个小灯景区 那我觉得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左下方这个小型的春时湖点 应该过一阵子会开放 今年的原生兰其实比较少一些些 我觉得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兰花都还没开 所以今年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一些 很多都还没打花包 好来看看 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见 拜拜